402特殊造型薄板 那这一题呢 我们直接做引申 选择from面 然后呢 利用圆 画两个圆 然后呢 利用相切线 线相切 好 这边也是 记得这边要相切 然后呢 把不要的线删掉 这边也是 然后把向这边的距离 选取之后 右键修改 再生拿掉 来 第一个距离是 1101 第二个 元38 第三个 这边是 50 好 好 确定 好 好 好 完毕之后呢 这边他告诉我们这边的距离是 13 所以这边我们选择位移 好 选择回转 这边 13 那因为箭头朝外 所以正的13就好 好 关闭 好 所以这边我们给一个 这个法向的尺寸 13 好 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两边 这两边的圆是一样大小 所以这里呢 圆 好 这边也是 好 好 然后呢 删除断 把不要的线删掉 好 完毕之后呢 用法向 来这里 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里 到这边的距离 好 选取这两个 好 选取这两个 按住Ctrl键再选这两个 右键 修改 再生拿掉 来 第一个 这边的尺寸是 13 这边的半径是 16 好 这边的距离是 70 228 好 好 确定 好 这里啊 我们这边调整一下 好 这边 13 16 70 228 好 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要画 这个部分 来 那我们先画一条 中心一下 这边距离45 好 好 这一个45 好 然后拿线 好 好 绘制 垂直 水平 垂直 然后再画一个圆 圆要跟这个圆一样大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条水平的中心线 好 因为我们要做镜像 好 选取之后 来 镜像 这一条 好 然后利用删除段 把不要的线删除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用法相 来 这边的尺寸 到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好 完成之后呢 选取 这几个尺寸 这个要选 好 右键 修改 再生拿掉 来 这一个 距离 是38 这边是64 这边是36 这边是18 好 确定 好 完成之后呢 直接按确定 好 厚度为 10 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做导演讲 导演讲 导演讲这边是13 所以这边导演讲是13 好 好 这一个边 跟这个边 这一个边 跟 这一个边 好 好 然后呢 里面的是6 好 导演讲是R6 这一个边 跟这个边 跟这个边 这个边 跟这个边 确定 好 那 座标系是在这里 S是朝这边 所以 座标系是这一个 S是朝这里 没错 来 那题目问我们 S 的座标 S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额 剖面线区为何 剖面是指这一个 答案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额 剖面线区为何 剖面是指这一个 答案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来,第一个 圆 R1 R1改成55 R2 改成40 R1 55 R2改成40 然后呢,接下来 距离H1 H1原本 101改成100 好 完毕之后呢 来,引申 引申的O改成15 往外偏15 好,完毕之后 接下来圆 的大小 圆大小 这边没有变 但是距离这边 H3 H3 改成75 好 然后 H4 改成230 好 好 然后呢 这边 H2 改成50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 V1 改成40 V2 改成65 15 好 这边完成之后 確定 好 然后呢,接下来 在导圆角 在导圆角 R3 右键 编辑定义 R3 原本13 改成15 好 然后这边 R4 R4 改成5 好 确定 好,那题目问我们 S轴 跟S轴 坐标为和 S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实体的体积是这一个 第四题 好 表面积 第五题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 是 402题